大家好,上一课给大家讲图片裁件的一个实现原理 那我们这一课来看一下这个封装,上次封装的两个空间 我们在这一课实现,真正实现一个裁件 那我们如何去运用我们封装的空间 好,那我们打开今天的课室,我们先看一下 好,图片裁件,在完成裁件框之后 那我们紧接着就看一个裁件底板 好,实现的思路就是第一个自定义这个will 就是在Android当中 这就是之前我们也给大家讲过这个利用偏移量绘制 然后最终将四个点绘制在一个bitmap上 这样都得到简介出了新的图片 那好,那我们在代码当中我们来引用一下 好,这是我们上一课讲的两个自定空间 那我们这一课我们再来拗一个这个 然后我们来引用 裁件,图片裁件吧 裁件 裁件 没有的,是attuity吧 好,attuity 那我们这一块要引用什么呢 引用的是不是我们这个crew image will 好,来 裁件 crew image will 然后我们都包裹 好 起个id 我们把这个图片来引用一下 我们定义这个图片之后 我们再定义一个button 就表示我们要裁件 好 好 裁件 button 裁件 是吧 裁件 好 我们 就比如说 然后水平吧 水平的话 我们 就是margin left 去左边调整的距离去 比如说20dp 好 写这个好之后 我们最后再定义一个图片 就是我们把裁件出来的这个图片 显示在一个新的一个image will上 好 比如说我这个叫showwill.iv 好 那好 那我把这个定义出之后 我们来 出文化一下 裁件 这一颗这个setcontent view 是2点layout 2点layout 然后裁件吧 好 首先我们定义是crew group group image will 然后放到will byd 好 这一颗定义好之后 那我们 把它 pull的话 这个 又快一键点错了啊 强转一下 好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是不是我们的button 裁件 button 拆件button吧 好 强转 还有一个重要的是一个什么呢 我们图片的showwill吧 showwill showwill 好 定义好之后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干嘛呢 我们就是 这个时候我们得需要给这个 图片设置一个set一个job吧 设置一个图片 好 是这个一个需要宽一个是高 然后还有一个job那好那我们从这个资源当中得到一张getjob show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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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到一张图片 然后这个宽度呢 你比如说我定义叫380 好 300 这是我们给它设置的初始值 就是默认宽度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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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认 资源 的 大小 大小 好 设置默认资源大小 好 那我们紧接着呢 就 这个 裁件bottom.setonclick 去裁件 好 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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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件我们需要干嘛呢 裁件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从这个图片上去得到一点什么呀 得到一点什么的 get 什么的 get chrome 得到这个bdmap 好 那我们把这个 是不是要给设置这个书 书这个imageview上 塞imagebdmap 取决页 好 把这个给它定义 有分的 OK 那这个点击裁件之后 那我们这个图片是不是出来了 好 出来了 那我们现在我们运行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 我们想要的 这个空间是否引用正确 所以说这个呢大家下去还是要去多练习 因为我在这给大家讲的这个原理呢是因为是理解性的东西不是这个就是我给你一对一的敲了这个也没多大意义重点是了解它的原理 然后学会使用这个安卓呢开发呢主要是因为你这个时间呀和你这个研究的这个条件呢是也不一样所以说你这个需要去多学会使用快速使用看我风筝空间我快速我就使用了我使用的方法很简单吧这样的话你去使用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简单资源共享这就是技术的实现的乐趣所以说这一块呢我们就不多说 学会使用 学会使用是最关键的 学会使用是最关键的 拷贝也要学会拷贝 好这是正在安装我们打开模拟器 好正在安装 你安装 好裁剪 好我们看一下这一块 是不是可以移动了 移动了吧 那这个图片 怎么显示没有了呢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是不是太大了 这个它默认显示全屏了吧 好那显示既然显示全屏了 那我们在这一块给你 动态是为了设置一下 做它 veot appearance 好那我们把参数给你重新定义一下 宽 就比如说我们定义了400 高 我们也给你定义400 好 这个得到这个新的这个图片 我们再去给它 set layout appearance layout appearance 好我们把这个大小给它重新定义了 我们再运行就看 这个大小已经覆盖全屏了 全屏的话 这个看起来是不是不太好呀 然后就打开模拟去 好 现在是不是有了 这个是多少呢 这个这个默认是多少呢 大家看下默认是多少 默认多少 是不是300 设置资源大小是不是300 是吧 然后我猜拣 好得到了一个新的嘛 那我把这个再往上拉点 我把这个小猫 小猫的头我给截下来 好截了个小猫头吧 好这就表示完成了嘛 那我们这个是左上角是不是不太好看呀 我把这个整个给它往中间挪点 我们看一下 中间往上挪 那我对一个grid center 好 好挪到中间来了吧 挪到中间来了 那我们再把这个裁件一下 好 裁件出来 那我们把这个裁件框再缩小一点 诶 诶 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啊 最后跑这了 那好 那我们移动过程中 我们再裁件 好崩了 那这个问题在哪呢 是不是我们加了个中间 就不行了 中间不行 那好 那我们去得到这个框的时候 我们点击这时候崩击 那我崩击重点来 来这看一下 好 我们来这看 来这看是不是主要的是 这个获取裁件图片呀 获取裁件图片 我们就是说 在 刚才大家看了 是我在这个 挪动棺中 他跑的 这这个不是啊 刚才 门西不是我们刚才运行的这个项目 我们再重新运行一下 他是不是移动一下那个悬浮框又跑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 就是 untouch里面 什么时候 好 再次安装 这个是 我们 把这个框拉一下 放开 放开他就移动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untouch untouch move 就是up 就是你抬起来的时候跑了 抬起来的时候走这个方法 那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方法里面都干嘛了 好 这是得到 dropflow 然后再 是不是小于这个will的左边距 上边距 那这个时候他的左边距 上边距 还和你刚才原来一样吗 你在左上角一样吗 不一样了吗 因为这块有这么多距离 这块有这么多距离了 所以说这块需要怎么办呢 是不是我们得需要定义两个参数 定义两个参数 就是这一块 这一块的距离和这块距离吧 这块距离 这块距离多少呢 是不是屏幕 屏幕 整个屏幕 减去中间这点宽 再除一个2 就这半部分吧 那高减去他的高除以2 是不是就这一块距离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一块减去 是不是就他这一块的 那我们定义两个变量 flute叫 x吧 一个叫x flute 一个叫y 好 我们set一下 set什么呢 set x 好 set y 好 那定义好 这两个参数之后呢 那我们就是说 你再去x轴 x轴是不是 表示左边距啊 那左边距你这一块是不是要 减去 减去我这个左边距 好 好 这一块也要减去吧 小高 减去 好这个需要的是int 那我们把这个转换成int 就行了嘛 是吧 没必要 给他定义一个flow 你要什么我这个定义什么 好 好 那这个上面一句是不是外轴啊 那我把外轴再去减去 减去外轴 好把这个定义一个 那这个 这一块 是不是也要减去 减去外轴 这就得到了吧 那我们这个值在 是不是要在这个主界面去给他set一下 主界面是在哪set呢 是不是要在这set 刚才说了得到屏幕的宽度 那这个时候 我们得到的屏幕宽度 叫getwindowmanager.get. 宽度 好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是高度吧 getwindow getford.get 好 这是两个宽度 那我们给他set的是什么呢 给这个空间要set的值 对 x轴值呢 x轴值是不是它 减去400 减去400 除2吧 好 减去400除2 那这个就是他的s 那好 那我们再看外轴 外轴的话 是不是要给他定义的是什么呢 定义的是宽除 高除2吧 高 减去他的高 400除2 那好 那我们这个时候 你给他设置好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再进行一下 现在看他 有这个 再定义到中间之后 会不会跑来跑去的 好 安装 正在安装 安装完成 好 裁剪 那我们移动一下 那这时候不跑了吧 不跑了吧 说明这个偏移量它正确了吧 好 好这这就裁剪后呢 就这样完成了吧 是不是使用起来很简单呀 出现一个小问题 是不是也就是解决起来很快 好那我们回头看一下这个裁剪呢 目前就是根据这个方式 那我们在通常项目使用过程中呢 就是你再选一张图片 作为背景图片给set上之后 然后我们就开始进入裁剪状态了吧 好 那我们这一刻就讲的就是这个裁剪功能 就实验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